叨叨今天暴致生命危险 拿着我们的小米手机4 抢扶到了小米的神秘部门 在这里呢我们将 手机成功的刷上了Win10 向上滑动 锁屏界面我们现在 进入到的就是微软 盈以自豪的 砖块式的整体UI风格 长按砖块 我们可以对砖块的大小以及位置 进行一些调整 这个看大家的一个喜好了 向左我们进入到的是 列表页 这里面呈列的是所有的 关于WP系统的 所有的应用软件 回到主界面 对于一款手机来说 肯定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它的一个打电话 以及发短信的功能 我们可以通过人脉 然后对相应的人进行一个拨号 由我们中国联通为例 打开中国联通 点击呼叫手机 这时候进入到的是一个拨号界面 我们可以冥想的看到 在左上角的这部分呢 然后显示的就是一个通话的时长 这个就说明了我们在打电话功能上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结束通话 那我们再试一下短信 其实之前的话 我们已经用短信进行过多次的一个测试啊 其实短信方面也是没有问题的 回到主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上网功能 打开它的浏览器 输入media.com 进入小米网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浏览器的整个的这个流畅度 含有它的这个左右偏移 然后其实它做的很灵活 也是叨叨非常喜欢的 这个是浏览器功能 基本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微软来说的话 它的办公软件基本上算是一个行业的龙头老大吧 然后在WP10这个预览板里面 然后我们也内置了Office的正版软件 我们可以对软件的一些word文档 或者是Excel 然后进行最基本的一些浏览以及编辑 这个是微软自带的一些应用软件 但是如果是说我们想安装一些第三方软件怎么办呢 然后微软为我们提供了应用商店 我们进入到应用商店 可以查找到我们相关使用的一些软件 比如在分类下 我们可以找到社交软件里面最常用的一些微信 callcall以及微博 然后进行安装 然后这个呢基本上也就是今天叨叨给大家分享的一个 关于米4在使用WP10上的一个体验了 更多关于小米手机适配 Win10的进度的一个消息 请大家及时关注小米社区小米.cn